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的资源全不投胆的 前四个五年计划 后来当时改开放之后 中工业下去 他们就沉沦或者铁锡区那种电影 但是这些的资源怎么变现 到了六十年的时候变现了 靠小沈阳给变了现 从五百到了十万 就憋出来 因为东北是咱们国家教育水平最高的 城市化率也是最高的 有这么大一个城市 就有城市的消费群体 那他这些城市人口靠什么消费呢 就想办法自我服务 后来就出了很多这种二人传 就是什么澡堂子 东北澡堂子 他给我一听 我过去就听说 他们说你要去长春 一定要去一个剧场看那个二人传 结果他一说他这澡堂子里都有在看 就是他分很多等级 就是有低档的澡堂子 然后高档的就像什么大舞台 二人传大舞台 北京也有在东四那儿 就是二人传也都打到北京来了 就是这些人呢 他一个是文化水平高 一个是城市化率高 当他没有活可干的时候 他就想办法去把自己原来的特色出来赚钱 就琢磨文化水平高人爱折腾嘛 折腾他就琢磨 琢磨出来 他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 而且他是层层三选 就是你在低档澡堂演的好 就被就到高档了 最后就去了大舞台 最后到了中央台这大堂 二人传本来不是一个特出特野的一个民间文化吗 没错 那就原来说的话很多都是炕上的话 但是本山大叔不是立志要推这个二人传吗 他提出一概念叫绿色二人传 去掉这些脏活 老子 我们喜欢黄色二人 这文道也有意思 在从香港来 你知道啊 我觉得他这个角度挺好玩 就是说今年还是香港人民 头一次看到春节联欢 这个是共度春节 共度春节联欢晚会 这我很好奇 是香港雅士是吗 对 因为以前香港人呢 是除非你这种有线电视 你特别定一个什么频道 又或者像我这种是事后上网 看网上的播出什么的 要不然你是看不到春节联欢晚会的 但是今年就破天荒地一回 就香港的亚洲电视台大概是一个省制作废 就实况直播整个春晚 所以就等于香港人第一次看到春晚了 香港人他是怎么看春晚 肯定跟咱大陆人的观感不一样 很春闷嘛 那天没多少看一看就转台 看一看就转台 春闷在什么地方 就香港人由头到尾 没办法接受的就是大陆的所谓的艺术歌曲 然后那些小孩跳舞啊 那种花团锦簇的这种东西 香港人的娱乐文化不是这个吗 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忘记香港始终就是广东 就你别说香港了 你刚刚春晚其实你去调查一下 春晚是在广东啊 我坦白说一句 向来就没有别的地方那么火 哪怕是赵本山大叔那么厉害那么牛啊 到了广东也都不怎么样 为什么因为广东是个很特别 就方言文化太强 你一过梅岭大伙就讲广东话 没错 然后整个调子就不一样 所以你要是普通话不够好 或者你的平常你这个地方的你的幽默感 你的那种幽默感是很复杂的现象 他调动的是整个文化里面很细微的一些的感觉 对不对 那那些东西呢 你要用广东话表达 你跟他讲普通话 而且还是带东北枪的东西的时候 对他来讲太遥远了 所以也有人讲啊 就是说这小沈阳的这个影响也有一个规律 就是从北到南递减 对 从文化程度低到文化程度高 递减 对对 可是啊 你知道现在是他占据了几乎 我看是差不多所有的版面 没什么 媒体电话都打不到 不能接电话了 就是一个人呢 你就这个让人感慨万端 对 等一下 10天 对 看到小沈阳我还想到一个人就是就是 2000年前后 其实90年代就火了 就是美国的那个匹兹阿姆 是吧 因为他也原来生在一个重工业城市 就他在重工业城市长大 76年生人 然后这个 美国这个80年代开始这个 底特律的整个的这个 就他在底特律的汽车长一片一片的倒闭 那沈阳也是有个就是铁锡区 什么重工业倒闭 然后这些人就就开始弄一些文化 其实匹兹阿姆的那个那个要说黄啊 要说脏啊 要比咱们的二人传要脏多了 哎 在美国也特别火 包括华盛顿邮保 他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然后隔来梅大奖 嗯 然后蜂拥而至 就火起来了 这个我在想 就这么样一个重工业垮掉之后 他怎么会出来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在美国也是这样 是吧 其实这次春节晚会就是中国的现实 嗯 否则的话 就是中国就是 其实这这二三十 当然现在又开始从02年开始 又房地产又开始拉重工业了 其实就是呃 79年之后开始去工业化 特别是东北特别明显 你看98年的时候 那一次咱们有一次投资拉动 朱镕基说没有8%我活不了 其实讲的很多就是东北的下港工人 嗯 产业工人对吧 因为他没有活干了他就下港了 嗯 下港了之后他就得琢磨别别的 因为他的文化 二人转了 对他的从第七上来说 他的文化水平是全国最高的 城市化率也高 但是他又坐 比如说坐自行车手表 又坐不过南方苏西行啊 这些地方 呃 然后距离又远 咱们叫做配套半径太远 学书上讲对吧 来料加工这条东西 于是他们这些人就弄出 你看什么电视剧啊 不光是二人转就整个文艺产业里边的东北人是特别多的 对 所以文道你刚才讲幽默啊 我有时候也想哈就是说 他要是所有的这个段子用普通话说 就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他是有根的 你知道吗 可是呢还有一种幽默的现象 或者搞笑的现象 你比如像好莱坞的片子 他有朴实性 你就是看那个字幕 对 他的这个这个你也好笑 你也逗乐 就说明他也有两种 而且像他那天讲啊 他说有一个异象 真是挺好玩 他说有一回他在哈尔滨的澡堂 是不是 不是我我在哈尔滨 我是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因为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 他是造航空母舰和和潜艇的这个大学 就是这个原始地就是哈军工 原来 对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咱们航天火箭的 这两个大学 周围全不是澡堂的 周围全不是澡堂的 就等于是牛津剑桥旁 很多酒吧的 这种感觉 教授学生在泡澡堂的聊学书 小沈阳就是像他一样的 这很多二人传演员就在澡堂里 你说那个澡堂的我是在北京看到的 就北京的澡堂里演这个二人传的 就类似二人传就是一个人扮女的 扮得很像 就你不知道他是女的 男的 一点都不知道 所有说话 包括武姿身调什么东东东 最后他他最后的时候 因为在澡堂里演 他是最后要把上衣脱掉 背对着大家是 是一个光的背吗 大家都等他转过来 一转过来他是个男的 就是他这种就是中国男性 演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噱头 是很能吸引人看的 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啊 男人扮女人这个玩意儿 这是远远流长 而且这个和急受追捧从来都是 因为以前可能是舞台是一个 因为舞台是个最早祭神的地方嘛 比如说你不知道有 神功戏这种传统 中国各地方都有对不对 神功戏一演的时候 上台的叫傻米 然后走八字步 他是跟祭神有关的东西 那这个舞台是个圣地 女人不能踏进去 嫌女人脏 那所以日本舞台也是一样 对不对 歌舞技其实是男人演 人剧全是男人演 就连欧洲也是啊 以前意大利歌剧的女高音 哪有女高音 是烟人歌手唱 是男人烟了 他能够唱到女高音 他宁愿这么干 都不让女人上去唱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传统 而且我觉得中国呢 把这个扮女装这个事情琢磨出一种艺术来 像梅兰芳 他在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男的 问题是重点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男的 看的东西除了包括他各方面的表演 也要看他怎么以一个男人去扮演出一个女人各种很维系的感情表达的方式 那那种东西就是一个艺术 但是当然了这个小沈阳个人没姐姐 不是梅兰芳 我们总不来说他是梅兰芳的传人 将来黎明敢演个戏演小沈阳 因为这次说 就是说你一下子这么火了 对吧 你一下这么火 我就发现真是这个盛意 就叫傍意随之 盛名之下 也有很多人忧心如焚呢 就是我就发现有些人就说了 说这个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心理是怎么了 什么神没水平 这东西他当然小沈阳本身很好 但是呢他变成这么一种主流的全民人人都说小沈阳 就觉得有问题 而且呢有人就开始把很多小沈阳的那个网络视频的那个段子 他原来在这个歌厅表演或者在各地表演的段子拿出来 刨坟刨出来都拿不完 一刨呢 就发现呢 就是程小金三班府 我看过 就那几段 那就比如说为什么呢 混人就是什么说我妈呀小时候带着我逛公园 旁边一人问说大姐啊你这猴子哪买的呀 就是他拿了刀去 但是这东西啊不能怪小沈阳 我跟你说我就从这个想起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有个现象 就是说有些导演第一部片子成功 往后就难了 为什么第一部成功呢 你想他积攒了二三十年呢 他积累了二三十年光他拍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早堂的一个早堂的升级升到全东北火 最后的小沈阳他这个有个创新 以后创新的这个压力 再有一人再有一种评论 就是说呢 说这种不男不女啊 这种这个靠着一些特别简单的这个穿开大魂 一下子变成这个占据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而且成为全民追捧的这么一个火热的红星 也是觉得说这个一种不太靠谱 反正也有这种这个评论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不能怪小沈阳 就是而且呢 我实际作为咱这都是做台前的人 我对这种就民间出来的艺人呢 包括歌厅里表演的 说实在话 我有一种佩服 你要说他没什么真本事 那请问我们这主持人有多大真本事呢 你还比如说就一个歌舞厅里 我经常就想你让我去把这场子弄热了 让大家弄笑 甭管压得俗的你做不到啊 对吧 他是个手艺 他是个手艺 对吧 而且呢这个但是就说 我说这不是小沈阳的事 这种评论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 土壤 你要对这花不满意 那就是土壤 这是什么土壤 他是什么土壤长出来的 什么这个他在这个土壤上 为什么变得这么样的火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研究的问题 你说小沈阳低俗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雅 对 在中国什么叫高雅呢 你别说我到各个地方去看 上回我们做节目也在 我们也在聊一件事 就各地方那种形象工程 对 你到哪一个县城里头 进县城那个大的那个圆环 那个十字路口 一定给你弄一座雕塑 那个雕塑一定是个不锈钢 那不锈钢一定是个几何造型 啪啪啪 弯曲成个蛇状 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什么呢 就往往啊 就怎么说呢 千人一面 这种这个人家什么样 你什么样 谁谁都一样 这才是俗啊 是吧 这小沈阳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以后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 你记得前些年春节晚会 就是文涛可能在北京有时候看的多一点啊 全部是港台歌星来了 而且口口相传 就是说谁要来了 这件事大家就有一种期待 收视期待 互相还传九十年代的时候 随着这个变化 文化的这个变迁啊 港台不灵了 变成中国的这种东西 就是当然你说他低俗也好 或者什么男半女啊 那另外一个层面了 这个变化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就是春节晚会上 港台让位于东北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吧 周杰伦也有 对 那周杰伦这回来大家没感觉到 春晚这件事就是什么呢 周杰伦你上了春晚 你也不会再火 是吧 你不上你也不会不火 对 这火的往往是小沈阳 你看当年本山大叔也是这样 但是他们讲啊 就说这个小沈阳和本山大叔相比 一个就师徒之间呢 他当然也有个浅和深 对 就你比如说赵本山 看得出来 我觉得真是这老爷子成精了 我觉得真是 就是说不负众望 对 你说有多难 每年就拿你过年 对 然后呢你每年他就有新的创造 对对 他不是说就靠一招先吃遍天呢 因为他毕竟这个小匹是一个就是包括投票也好 或者收视率也好 他还是面向全中国的 因为中国现在的成熟化率也就45% 也意味着还有九亿农民 而赵本山是源于农民 就是你再怎么说外语说什么 你身上的那种血脉或者散发出来的那种那种气息 是一种让人有亲切感 那你想想就是说60%以上的人跟你是一样的人 人家当然愿意看你这种东西了 小沈阳呢 当然他也是来自农村或者怎么样 他带有点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 有一些现代元素注入了就是他已经和赵本山和他 我觉得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文化变迁的是两个阶段的一个写照 很有意思 你说赵本山和这个小沈阳都是塑造了一个人物 但是赵本山这个人物呢 有点接近我们过去是有点接近我们过去说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对吧 很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就农民就就是这一个对吧 那种带着狡猾的那种老农民东北老农民的形象 他就是哎但是你看小沈阳他扮演的这个角色代表什么呀 他好像也不反映什么城市生活就是这样的吗 或者说是什么生活 那所以这小军老师说他实际上是有点反映后现代 对对就穿着那个苏格兰什么裤子什么的 其实赵本山一演吧 他也演过一些有国外有关 但是他演父母那一辈 就好像范伟当时是从国外回来那个小品吧 对吧 赵本山就是本人那种气息他不可能在演羊范我们叫做 对吧 他就是农民他只能是从农民进入都市 刚就进入都市只能深入到都是比如这么多 但是小沈阳已经深入这么多了 他已经开始学着苏格兰 苏格兰 苏格兰 那样的一种状态 还高吗 不是就是比赵本山原来演的那些更现代 更现代 更现代 更现代青年 你还没说那一下扎老师这说起来就很有感受了 说现在这很多80后的男女不分了 对吧 这也确实是今天的样子 很多那个男孩子 对 我发现就是我早些年 大家还拿这个所谓的娘娘腔啊当笑话 现在很正常了 对 甚至很受欢迎 觉得很可爱啊 这样的男孩子 现在大家认可吗 认可 这就是文化变迁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多元文化的东西 而且这也不算坏事 就本来中性化我觉得是挺好的事情 对 这方面我也要努力一下 还是学学小沈阳 给你们看一段小沈阳啊 那么我呢姓沈叫小沈阳 小沈阳是我的中文名字 我的英文名叫小沈阳 你怎么会还真激透 二太子杨广啊 我大概能够 叫一声我的媳妇快开门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 现在的那个开花 我咋这么有财呢我呀一天 老妹你说我上辈能不能是财富 我上辈子 你一笔一整 一天过去了 我现在最小的长的 就是有点相变态的 那你个谁家姑娘呢 我是随爷们 这人呢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瓢 我说我送给我的漂亮点啊 我就忘了放电子 我骗啊骗啊的 我说的稀里话 我要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朋友百生八十都值得 但是每天演出的感觉也不一样 见到朋友我就开心 我一上台我就开始神经说话 你说小沈阳 那么多人喜欢她 但是这个也有一些评论呢 那就是说这种现象 倒不是骂她本人 人家搞笑了成功了就是这样嘛 但是说的是这种现象 对说这种现象有你像有的文化 知识分子就评论了 说这不是反映文化的繁荣 其他反映啊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老百姓的文化的这个贫乏 中国这个怎么只有这个呀 除了他有有点别的吗 这个你怎么看 我不赞成这个说法 因为事实上整整个晚上春晚 小沈阳占了百分之几啊 没所以重点不重点是在于 老百姓不爱看别的 或者说不是不爱看 而是不去议论 为什么议论小沈阳不议论别的呢 这不是恰恰说明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吗 你想想看回想啊 过年前的时候也有个事很火的 就山寨春晚 对 后来不是不了了之了吗 后来又说山寨春晚被招安 什么就完了 而且是好很多网媒说要播到最后神秘不播嘛 就后来也有很多议论嘛 说山寨春晚是给无形之手搞死了嘛 那你从这就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山寨春晚这么死法 你就发现你是不能够挑战春晚的 春晚不是个一般的娱乐节目 春晚是个国家仪式 嗯有点仪式的像是一个 一年一度中国人过春节过农历新年的时候 没有春晚就过不了这个年 他变成一个国家仪式了 而且他很官方化 对他是官方电视台吗 他是官方电视台 而且是有官方的人员会出现在场 而且里面的所有的套语演出 各方面都要表现出一年度官方的一些的 某些的看法 有一样是跑不了的 就是他总要替官方向老百姓传递一些信息 没错 比如国际国内形式 对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式的判断 对 就是说是一种希望 就是春天开始了 是未来的东西 对 和现实的老百姓生活是脱离的 对 比如说也有一些很高大的 比如说完了之后 就是小沈阳这个节目完了是神六神七神五 对啊 这个是真实的 老百姓看人家是真看着你上天了 对啊 出仓了 但是原来有一些特别正统的东西 他是很美好的希望 对 但是和老百姓现实的生活 那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干苦的生活 或者比较苦中作乐的生活 对 是遥远的 所以他没必要议论你 没意思 对 那么小沈阳这种东西呢 可能恰恰是一种苦中作乐的一种一种比喻 对 所以呢我觉得到了最后呢 大家那么喜欢小沈阳 难道不就是因为他颠覆了你这种阵头吗 对 你怎么这么一个国家仪式搞来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 对 对 就是那个澡堂子出来的 最官方的晚会里 大家喜欢的是最草根的 对 那个澡堂的人上了人民大会堂 接下来为您播出走向2010